在这个中国驻休斯顿总理事馆的蔡伟 你看到他遇到美国下通牒的反应是什么 他第一个反应竟然是说 啊这个大国之间何则两亿分则两害啊 然后最重要是蔡伟还呛吓说 就是我绝对不走 然后说呢 我们看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呛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我告诉你 大家就真的会看明天发生什么事 所以明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落荒而逃嘛 最后你也是关管嘛 所以你看真的哦 就蔡伟去cue出来说 我们等着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呢 网友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你降国旗嘛 然后你国会自己拆掉嘛 第二个是你让人家看到你在烧文件的画面嘛 第三个是你连钥匙都不交接给人家 你知道美方的联邦人员到这个中国驻休斯顿总理事馆的时候呢 他们第一个反应是干嘛 是带锁匠去哦 带锁匠去 而且还试图开门了三次之后 还是打不开 最后只好用电动机具破门而入 所以你会发现这整个比起来 你会觉得那过程里面 你干嘛把吊子拉那么高 你拉那么高 要展现你的战狼外交的时候 后面就落差了嘛 因为你就让人家看到 你到最后还是要走 你还是要放弃啊 可是你看到美方在住中国的成都的总领事馆的反应是什么 你看到这个外他的总领事叫林结伟 林结伟的反应是 我就拍片跟中国的民众告别 他还讲说他跟成都这边的民众呢 跟四川的民众建立很良好的关系 然后说这边是他第二家乡 后面你也看到什么呢 你看到的是他在处理过程的后面文件的处理 他是一箱一箱 有顺序有步骤的搬走 然后跟大家告别完了之后 办将棋典礼 这个从上是处理国旗差很多 中国方面的处理是 国旗跟国徽赶快快拿拿拿拿包包罩 不要让你美方去碰到 美方是自己完成整个将棋的仪式之后呢 他就很冲容的撤退 所以两边看起来已经差很多 对不对 但我觉得更夸张的是什么 中方竟然把这个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馆 当作是他战狼外交跟民族主义宣泄的出口 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说 你要关人家的总领事馆 还要开线上直播 央视开线上直播 线上的人数最高到两千多万人 跟台湾的人口一样多 然后更惩的是什么 更惩的是第一个 下面很多中国人在留言 对不对 下面中国人在留言的时候 因为他直播后面有人跑去丢去放鞭炮 那鞭炮一丢了之后 这个人就被抓走了 因为人家要撤退 你去放鞭炮干嘛 放鞭炮这个行为也就算了 下面还有中国人自己在笑说 放鞭炮弄起来一阵烟雾 你是在放火是不是 那放火你干脆在那边开火锅店算了 中国人自己讲了 然后央视自己上传到抖音的版本 那个影片里面 配了一段歌曲 这歌曲呢 是中国之前另外一部戏剧的主题曲 他叫凉凉 因为名字叫凉凉 人家就说 你也知道 中国现在跟美国的关系凉凉了 是不是很凉了嘛 然后呢 他们不是给他七十二个小时吗 那对最后要撤出的那一天 你知道是农历几号吗 农历六月七号 六月七号是什么呢 农民地上面就上面注明说 那一天适合搬迁 你还帮人家选好农民地的日子 让他适合搬迁 所以那整个开直播的过程里面 你就突然觉得有需要把这个 本来看起来应该是很哀伤的事情 撤农民事馆 双方外交已经在互搏了 你把他演得像喜剧片一样 而且还趁机会替美国宣传一下吗 不是吗 林结尾还发表这个谈话 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大使馆 当然很多人他们要这个 在旁边有些大骂自拍 然后还有很多拿着国旗 因为在当地我看到好多中国民众 在包围起来了在当地自拍 他把他当的好像是另外一个观光景点一样 他就把整个很严肃就是大国对抗弄得很像喜剧片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你这种处理的方式会让人家觉得更荒腔走版吗 尤其是这整个事件你的民粹的出口的方式竟然是用开直播 这个也算是全世界很罕见的 对耶 他们休斯顿测管的时候没有直播 因为是托托摸摸的落花而逃 夹着尾巴走人 就是中国驻美国休斯顿的总理事馆 他的撤退过程里面 总理事馆 蔡伟应该在走以前站在这个馆前面 吵骂老美才对啊 蔡伟如果这样开直播 我就觉得比起来对照起来还显得比较正常一点 但蔡伟的做法是呛吓完了说 你看就是我们等着看最后会发生什么事 就很像以前讲中国那个不战不和 不祥不走的业名称嘛 对不对 他方法就很像嘛 然后到最后你还是要撤啊 而且最夸张的是什么 最夸张的是你知道那整个中国 从驻休斯顿总理事馆的撤退 大家印象最深的画面 就是你在放火烧文件 放火烧文件 所以美方这时候指控说 你就是有一些间谍的行为 说你是间谍中心 说你里面有很多很隐私的资料 看起来好像都是真的嘛 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连交钥匙给人家 风度都没有 然后美方进去 你看到的是竟然是从后门进去 所以你也觉得这个整个很匪夷所思嘛 就美方跟中方同样是一个 侧外馆的行为 侧领事馆的行为 竟然可以演了这么天差地别 你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 我们从里面看到的历史记录是 这个中国方面 不但央视要开直播 而且很多人到那边好像去刷了一下 就表示说我有爱国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我还要到当地去自拍 所以你还要看到有大妈去唱歌 原因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中国有需要把你的这个 战狼外交跟民族主义式的处理 外交方式处理到这种程度吗 8 4 7